好 直播各位觀眾 台北市立委參選員王洪威 他在7號上午表示 辦公室接到了一通恐嚇電話 邪犯威脅他要是再提到黑道 相關的議題恐怕就會對他開槍不利 那警方獲報之後也不敢大意 立刻調閱通聯記錄 巡線追查 花了不到24小時 終於在焦雄逮到了這名嫌犯 帶來聽警方都有最新說明 經過專案小組 過濾相關可疑人士及電話 迅速鎖定蔡清犯嫌 設有中嫌 在昨天晚上7號19時許 在蔡嫌高雄市三民區的住家 查去檔案 並查扣手機一支 那今初步調查 蔡嫌是因為他 不滿王洪威議員 日前發表的談話內容 所以新生恐嚇的翻譯 前案訊後依恐嚇罪 移送海北地監署政辦 那另外針對被恐嚇的議員 我們立即加強人身安全維護 那針對住家級服務組 加強巡邏的密度 那權力防治不法 那根據瞭解呢 這名65歲的蔡姓嫌犯 他在探考店工作 那初步調查呢 是沒有幫派背景的 那他落往後公稱呢 是因為政治理念不合 才會打電話恐嚇對方 那警方也將持續釐清 背後到底有沒有人叫唆 以上是下雨最新將時間盡頭 叫喊棚內